自语参照这个练习档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里面大概我们会利用它呢 去查询一些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这综合练习题有两题 那请各位这边把它移到这个 lookup这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输入一个编号 它自动帮我查出其他资料的话 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那里面不外乎就是说 我的005其实是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把这边后面的资料 本来是横向的 移到这边变成纵向的 ok 那当然呢你想说纵向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复制 贴上的时候用转制 不过问题是你要如果能够 今天输入005 要变成006好了 它也可以输入进来的话 ok 那也就是说另外一个需求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当你输入某个资料的时候 自动带出其他资料 像常常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输入某个资料 厂商的编号 客户编号 自动帮我带出 那个客户编号的其他资料来 ok 类似像这样的 那其实就是可以用 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查询资料 那当然第一个呢 做查询资料前其实这边 我们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比如输入编号的时候 如果你用自己打的话 它可能会打错啊 它不知道最后到008 那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这边可以变成下拉清单 第一个可以把它用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编号部分 怎么样 选的时候包含那个编号 在到公式里面的 从选取范围建立 当然如果你不要用这个的话 你选的时候不要选到编号 在这边输入编号两个字也可以 编号enter也可以 那不过偷懒一下 你可以用从选取范围建立比较快 为什么 因为它顶端的就是名称 它会把编号当成名称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多一个什么 编号 对应到的范围呢 就是A3到A10 名称自己帮你带过来 所以从选取范围建立的话 选的时候记得就整个选 那会帮你切割 上面变名称 下面变成参照的范围 那未来当然如果你要修改这个范围 比如说你又多增加的话 你这个可以直接在这边修改完 旁边有个打勾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要慢慢习惯这种名称的使用方法 因为这个名称一般 我觉得书里面讲的也没有很多啦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方便 而且按F3就可以存取 这个比较像资料库的使用 好那这边的话呢 资料 公式里面的资料 在资料验证 把它改成所谓的清单 来源就F3 你就按F3有个编号 按确定就好了 记得F3按 然后再来下拉清单就出现了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选了一个 我希望他能够自动跳一些资料过来 抓的话 抓这边的资料 比如003 就把这个人的资料 分别带过来 那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基本上 其实有几个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 各位可以找一下 这个动作其实就是所谓的检视 检视什么呢 检视你这一个编号里面的号码 并且帮你把其他的资料带过来 那有什么样的函数 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有几个 包含第一个也许就是 我们要讲的是Lookup 第一个要讲的 那除了Lookup之外 其实还有所谓的Virum也可以 另外还有所谓的Index 跟Indirect 其实非常多 或者是Offset 这几个 其实都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那只是说 这些不同的函数 他使用的方式当然也不太一样 可是他当然有不同的应用的特性 也许我们慢慢再来看 那请各位第一个 先做一个下拉清单 然后呢并且练习先用Lookup函数按个确定 那他会有两种传法 那我们用第一种 就是你要查的范围 跟你找的资料按个确定 那Lookup value的话是查什么东西 Lookup vector指的是 你要查的东西在哪一个范围里面去找 所以他会帮你找什么 找这个范围里面 那Result的就结果 我要带回来的范围在哪里 在这个范围 那你会发现这个编号 因为刚刚我做了个名称 所以他会自动帮我把这个范围变成一个编号 那因为这个地方姓名我没有加了 所以他会是一个B3到B10 那他同样的范围里面呢 他的执行方式是003 他会在这里面找 这里面之下在这里 1 2 3 诶 他的位置在第三个 所以呢他会怎么样呢 把1 2 3 一样的3 怎么样 帮你把它带过来 所以他流程大概是这样 那旁边这个是一个阵列 阵列就大瓜 特别主要他的编号 一定从0开始 所以他这个001 在这里面的编号是0 1 2 这不是3 他这个编号 我们带出来是 这个003 里面对应到乌丹亚 所以我们把它按个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会帮我把003里面的乌丹亚带过来 那当然其他总销量呢 跟这个名次业务水平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 一样的方式 那我就 其实可以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然后直接贴上 其实只要改什么 改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总销量 然后这边的话再贴上 这边把B10 因为本来是抓姓名嘛 把它改成名次 然后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再贴上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业务水准 打勾 OK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也许再把它全部自中一下吧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今天呢 这个地方1号变动的话 那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把这天的资料抓过来 有没有 自动下拉 有没有 这个时候又抓2号的 以此类推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利用那个lookup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